日前到世新大学去演讲 结果中国女学生张元儒 对另外一位发言的中国学生 比中指还发出嘘声引发了关注 她的脸书发言更麻辣了 不只说瞧不起台湾的民主 还用不咬文字怒骂蔡英文 绑着马尾戴上粗犷眼镜 还记得这位长相清秀的大陆交换生 中指妹吗 绝对不能怕对岸 绝对要抛道的新生 因为我们看你来吧 她是张元儒 在民进党蔡英文主席前进校园演讲中 出尽风投 因为对着同样是中国学生的戴若鼎 频频发出嘘声 经过媒体报道 张元儒不但没有收敛 还把战场转往个人脸书 先是去死台独 老娘就是比中指了 老娘就是看不起你们 对自己没礼貌的行为 没有任何悔意 更在脸书po上 我有错吗 我嘘声是言论自由 更夸张的是 张元儒甚至到蔡英文脸书留言 大骂脏话 对自己种种恶行 感到理所当然 就我觉得 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在台湾 所以才能够就是 发表那些言论 因为台湾是个 就是言论自由的国家 那如果今天她在大陆 我相信她也不敢这样做 享受台湾言论自由 却又瞧不起台湾的民主 这样的陆生来台交流 到底学到什么 三地新闻 萧俊宏 邱安柔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